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有時候我在想 這個小說家的邦历 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想,劉伯文 像這個劉基,劉伯文 他是明朝浙江清田人 根據史料的記載是這樣 但是呢 寫小說的人,我在想 搞不好就是 那個寫劉伯文傳的人 這個人跟 跟他們有親戚關係 甚至就是他的後人 所以才會寫得這麼好 其實劉伯文呢 他本來是元朝的近似 所以呢,他為什麼後來他死 他那個不是 不是死的時候 就是 大豐功臣的時候 他被封為陳義伯 公侯伯子男 而且是伯中 那個職位最低的 清水、心痛最低的 那個 朱元璋啊 明太祖就是給他這種地位而已 為什麼? 也許啦,我在猜 當然 每一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我是猜想 我覺得說 學習就是要思考 思考不一定對 但是至少就是說 人 有這種思考的能力 就是比較不會說 好像人贏易贏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史 史徒書 這個是我不太贊成的 周某人講的也許不一定對 但至少我有思考 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他在延朝的時候做過禁事 那延朝是被明朝推翻嘛 所以他在想 這個人並不是真的很重 他也是 強頭朝 也許 朱元璋有這種想法 當然是不是有這種想法 不知道 所以呢 他放他為陳義伯 很有誠意的伯 公侯伯子男 而且他是伯裡面 根據史教記 他是伯裡面 職位最低的 伯也有分好幾集 這樣就很慘了 所以有時候在想說 小說有時候把劉伯文寫得好像神奇妙傳劉伯文等等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其實正史的記載就是 就是講到說 這個人是世財熬 比較孤高 所以比較不和情 雖然他字謀很高 聽說是什麼 天文啊 編劃 過目 動世奇妙 其實過目動世奇妙也沒有什麼 過目不忘那是騙人的 那個是 只是小說在那邊形容 也有人形容說 什麼諸葛亮 過目不忘 看書 那個用想的知道 不可能嘛 怎麼 哪有什麼過目不忘 人到老了一定會 忘掉一些東西嘛 丟山落寺的 對不對 過目動世奇妙 就是你看過以後 就大概會清楚的了解到他的要點 精華所在 這倒是比較合理 那後來是不是被毒死 或是饒死 這個兩種說法都有 到底怎麼樣 說實在我們現在也不清楚了 所以 中文在想就是說 人 有時候我們在看 看一些小說家寫的這些東西 真的 我們要打個折扣 如果不打折扣的話在想 但是歷史記載就是他 封陳禮婆 那個小說 我有時候在看或是看那個電視劑 把那個朱元璋 跟這個劉伯溫的這個關係 劉姬 劉姬就是劉伯溫 關係寫得很好 像兩個人 不分君子 不分你我會這樣賣起什麼 請問 如果很賣起的話 那應該要封公吧 其實他是封那個李善長 文光裡面封最大的是 李善長 封為韓國公 而且他的薪水非常高 四千彈 嚴峰 那個古字寫十 四千十 我記得就是彈了 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看四千彈跟 跟那個 劉伯溫的 二百四十彈 二百四十十 嚴峰 差十幾倍 快將近二十倍 對不對 如果說他比較喜歡劉伯溫的話 那李善長 為什麼給李善長比較多的錢 縫路比較高 這不合理嘛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看那些 就是說我們要看一些 那個史學家寫的 文獻 也許可以參考一下 不要只去聽小壽家 想說要寫寫寫寫寫這樣 不對勒 我越想越不對 為什麼他只這樣 給他這樣 當然李善長後來不得善重 因為 這個人就是 朱元璋 出身卑微 他懷疑心很重 四十 四十很多人 結果被連坐死的三萬多個人 後來又有一個叫做蘭莉的 蘭田綜藝那個蘭莉 他也是一個大工程 他說 這個人好像要四肌磨變的樣子 連租一萬五千多個人 那你想想看 大將 戶友德拉 那個 黃聖 都被誓死 這個就是大殺工程 自古以來都會這樣 所以我才會講說 緩清復明 那個明朝末年在講 緩清復明 不知道他復明什麼 明朝 明朝也真的很好 不然明朝怎麼有東西場 錦衣衛 寫地址 這個都很恐怖的 捨花讓人 周前在此以各位 共同思所知 我認為 思考真的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只是說 人瘾一瘾 小桌下寫什麼 使節什麼 前盤接受 那個是不好的 當然也不能說疑心太重 前盤都不相信 那就沒辦法研究了 大概是這樣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精神迷壞 謝謝 謝謝